有道理在吧 懂什么样的因 得什么样的果报 我们要晓得 这一句话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意思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个因果 很多菩萨都不知道 如果菩萨知道了 我相信他会跟廉迟 跟偶约大师一样 一切放下 老师念佛 廉迟大师 近代的印光大师 晚年就一句弥陀经 一句佛号 其他的统统放下 因为他们真正懂得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念佛成佛了 这个道理很深很深 其实 佛在大臣经里面 讲的的确是不少 只是我们读经的人 俗获了 俗获了 大义了 佛成佛 一想 从心想身 华人经上讲 万万万法 唯心 唯一心所信 唯一时所变